Odia Jungle 在金融、教育、医疗等方面,签署诸多大单,此外,没重申尊重中国主权,不干涉中国内政,但短短几天,英国对华态度变得比翻书还快,除在香港问题上发表不当言论,严重干涉我国内政外,英国又把魔爪伸向了南海,企图给中国的春节添堵。 据澳大利亚人报2月13日报道,英防长威廉姆森称,因23型护卫舰,萨斯兰号将于本周较迟时候抵达澳大利亚,他将在返回英国途中驶经南海,展示英国海军有权这么做。 此外,威廉姆森拒绝透露该舰,是否会驶入南海岛礁12海里范围内,但他宣称,我们绝对支持美国在这方面的立场,我们非常支持美国所做的一切。 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春节临近,英国军舰偏要在这个时间,来南海搞事挑衅意味极其浓重。 当前南海风平浪静,有人偏偏无风起浪,真实目的昭然若揭,英国词句是挂羊头卖狗肉,打着自由航行的幌子,来南海耀武扬威,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变的主权。 作为运外国家,英国无权干涉,从英防长的言论可以看出,英国为美国马首是瞻,肆意到南海搅局。 毫无疑问,这个春节南海将格外热闹,据悉,美国海军卡尔文森航母站斗群一起乘开始海外部署,预计在春节期间将部署至,包括中国南海在内的亚太地区。 看来,英国派军舰到南海搞所谓自由航行,是要给美国打头阵,试探中国底线。 英国对华政策两面三刀,在经济上极力向中国靠拢的同时,暗地里却做些损害中国利益的龌龊事情,从南海仲裁案,暗地支持港独。 到如今军舰直抵南海,英国逐渐将中英关系推向末路,英国无需试探中国底线,我们维护国家主权,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。 英国日日不落帝国美梦危险,21世纪早已不是其肆意到别人家门口挑衅的年代,就像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所说,无论这些国家,这些人打着什么旗号,标榜什么样的借口,他们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道貌安然的干涉,却留下混乱和人道灾难的前科,足以使本地区国家和人民保持高度警惕。 天若有情天亦老,人间正道是沧桑,英国如今已是风雨飘摇,内忧外患,受脱欧影响,英国经济持续低迷,贫富分化加剧,作为一个离经叛道者,欧洲大陆国家巴伯的落井下石,此外,特朗普方英一拖再拖,可见英国并不怎么讨美国喜欢,英国派军舰到南海有巴结美国之嫌,特朗普不一定会买账, 再者,英国国内分离主义呼声见高,苏格兰支持独立者占多,假如英国一意孤行,我国也会学英国打住全排,让其尝尝这种自卑,近年来,英国来自俄,罗斯的压力陡增,其军队早已自顾不暇,连家门都守不好,却要打中脸冲胖子只会自取其辱。 去年早些时候,英国嘲笑通过自家门口的俄库思涅所扑号航母冒黑烟,但英国身世对家丑之字不提,自2014年卓越号退役后,一直处于无航母可用的状态, 只能说,英国是心里扭曲,100步笑50步,更有甚者,英国还叫逍遥派两艘新舰的航母,到亚太地区执行自由航行任务,维护国际秩序,英国人虽家道中落,责任感还是很强的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苦感。 英国新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自服役后就问题不断,去年12月初,英国价值31亿英镑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,在嫖慈茅斯港以隆重的仪式开启服役, 然而,不一几周后就因轴风故障漏水,在今年年初又爆出灭火系统严重故障,导致机库内的喷水器不断洒水,酿成水漫船舱的大笑话,英国人自顾不暇,就不要多管闲事来南海惹是生非,俗话说,朋友来了有美酒,要是狼来了,那就用猎枪迎接,远道而来时刻,英国要来南海给中国的春节扫兴,我们自然也会招待周全, 声明,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,为尊重原创,转载请标明出处,微信公众号转载,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,敬请配合